逛夜市吃美食 但是垃圾不落地 該往哪裡丟 你可以往稻草人身上插 原來這些稻草人值班時間是在五六日 七月初才開始試辦 每天平均就有五百隻竹籤插著 回想效果加之外 還能保護好清潔員的雙手 只是為了讓垃圾不落地 稻草人這發想竟然是來自當地 離帳 竹籤插稻草人創意 不僅有效解決竹籤垃圾問題 還意外成為話題性 立帳校說都是托空明之福